我今天大概就是针对我们延续上一场刚刚所谈到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延续下来 那我就就这个税制的部分有关的议题来做进一步的一些讨论 但是就陈如刚刚我们这个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也是一个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一个老问题 但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解决 所以这个议题我们显然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那么希望能够持续性的有一个推动性的一个力量 那尤其是税制的改革 中间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一些因素的牵扯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建议 最后的结果有没有可能真正的成功或付诸实施 其实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在这个税制的改革过程里面这三十几年的这个努力 这一方面的感受其实是体会的最深 所以我还是趁这个机会呢 那么继续地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议题的一个介绍 那有些议题可能有些税制的改革呢 可能是我们马上可以做的 那有一些呢其实是希望 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推动跟构思 那当然如同所有的关心居住人与房价问题的这个报告一样 一开始我当然先提供一个基本的房价的概念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的房价指数 大家只要看反正这个趋势就一直的是往上 然后我们更关心的是那我们的所得呢 所以我们也查一下我们的资料 我们把它稍微看一下 你虽然不知道它绝对的数值是多少 但是你光是看那个线的变化 你就可以知道很显然房价走的速度 是远比幅度远比我们赚的钱更多 所以因此我们通常常提到所谓的房价所得比 我们都在后面追得很辛苦 OK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感受这么的强烈 对这个所谓居住正义的实现 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那第二个我们就谈谈 因为我们谈的是税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稍微的了解一下 为什么税跟房价有关 OK 那大概在学理上 我找了两篇文章 一个是Crow的文章 在2013 一个是Alan and Quality的这个文章 那前面这个文章呢 基本上它是用所谓的 这个Renting and Buying的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居住也满足 可以租嘛 我们也可以买嘛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租滑得来还是买滑得来 所以学理上来讲呢 我们心目中都有一个你付的租金 跟你拥有房子的使用成本之间的关系 OK 那在学理上在做决定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希望都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平衡 来决定我们最后到底是买滑得来还是租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拥有房子 本身需要有使用成本 那租税当然是使用成本之一 对不对 所以因此我们的租税因素的改变 就会改变了我们买房啊 或者是租房的这样一个决定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说要谈租税的因素 那第二个呢 这个文章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 Price Bubbles 就是那个泡沫 那我们最近这几十年 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 房价泡沫化 OK 所以我们很担心它崩盘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这个理论呢 所提到的就是 所谓的有normal times跟bubble times 在房价的变化过程里面 那会产生泡沫 当然就是因为投机性的这个 这个投资客太多 所以操作了这样的一个房价 所以使得它的这个价格飙涨 所以因此呢 在这个情况下 平常它应该是反映出来的是一个 我们叫fundamental的value 就是基本的价值 那但是呢 如果在bubble times发生的时候 它就会很多的speculators 就是它那些投机客 好那因此呢 如果我们可以把投机客的行为 把它抑制住 那这个情况就不会发生 对不对 至少减轻它的发生 那怎么样呢 让投机客的行为会被我们规范呢 当然课税就很重要 OK 所以因此呢 从这两个学理上呢 我要让大家很快速了解 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 居住正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提到 我们的税制 一定要合理 一定要健全 主要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我跟大家提到 那第三个部分 马来台湾跟他说 其实你说台湾最近这几年 政府没做事呢 其实也有了 你也不能说 他没有做 那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实也有 OK 所以也做了一些事 那我自己本身 在2008年的时候 我担任了那个 副改会的副主任委员 其实我们就在研究 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那黄老师其实 在座黄老师也参加了 那另外在2012年 我到立法院去 做了四年的不分区 所以我们也在里头 也做了一些事 所以因此你说在 最近的这段时间 近年里面有没有做 有 所以第一个你看到 就是在2011到2015年 我们有个奢侈税 我们通常讲的奢侈税 那这就是所谓 特种货物及劳务税 它呢 其实是针对交易课税 所以你如果 短期的交易 一年以内 它课15% 如果两年以内的课10% 两年以上的才不课 所以这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个 我们的有的经验 那第二个就是 大家熟悉的囤房税 就是 拥有三栋以上的 就课多一点 OK 然后中央跟地方都在吵 中央说地方都不好 认真执行 OK 然后 这个地方呢 就会讲说 它有很多很多的顧虑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这个图房在2014年 其实我们也做了 做得好不好 中间有没有问题 当时我们要讨论 就是 然后另外一个 就很重要 就是房地合一税 OK 那房地合一呢 也是我们有1.0版 最近刚刚过了 2.0版 OK 实际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为什么举这三个税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税制里面 跟居住正义有关的 其实有三大类型的税 第一个类型 叫交易税 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奢侈税 就是你交易的时候 我课很重的税 让你交易成本很高 第二个 囤房税叫财产税 就是你拥有它的时候 你在拥有的期间 我让你持有的成本很高 OK 让你负担增加 所以这是囤房税 第三个 是你交易的时候 你赚钱了 买卖的时候赚钱了 你赚了钱 我就课你很大的税 所以叫所得税 所以我们的房地合一 是所得税的概念 我们的囤房税 是财产税的概念 我们的奢侈税 是交易税的概念 OK 所以表示说 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努力地 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善 但是 显然改善的情况 还没有达到 我们所期待的 理想的境地 所以因此 我们今天还要开会 来讨论说怎么搞的 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所以因此我就站在这个角度 都花一点时间谈这个 就是我个人认为 未来房地税改革的 加强版 为什么今天还没能够让我们满意 就是还不够强 所以我们要再加强一点 OK 好 第一个要加强的 我要讲的是 房地的实价课税应用的范围 应该再扩大 记得 实价课税 基本上代表就是 房地的价格 它有一个实际的交易的记录 OK 尤其是我们现在实价登录 的制度已经实施了以后 基本上我们取得这个 实际价格的机会 跟正确性已经很高 但是我们的课税的税制 基本上在后面跟 跟不上 OK 已经有实际价格的制度开始了 但是我们在课税的规定里面 还有很多还在老的观念里面 用老的方式 没有好好去利用 现在好的资讯的价格 所以因此我建议要再扩大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个弃税 买卖的时候有个弃税 各位知道我们的弃税 第一个只刻房屋不刻土地 OK 第二个弃税的弃价 就是你那个价税机 是房地产就按照 房屋就按照 那个房屋平定线值 各位都知道 房屋平定线值的价格 其实跟实际的房屋价格差很多 OK 那所以因此呢 这就是表示 我们现在虽然有弃税 但是我们已经有了 实价的概念以后呢 其实一直都还没有去跟上 那如果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很显然 你的 教育成本 就没有办法真正反映出 它本来所 在交易的过程里面 所应该承担的 这样一个 正确的成本 所以 如果我们可以把 实际的 实价的应用能够扩大 显然呢 这是我们应该可以做的 而且也 这个 马上可以产生效果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土地的部分 不缴七岁 那么你如果看税法上的理由 它讲的理由 叫做已经克土地政治税 所以不克七岁 土政税跟七岁有什么关系 基本上其实是 不同属性的税 所以理论上 当然因为我们成到土地 我们土地背负了 很大的政治的 那种意识 形态跟历史的包袱 那当然 其实是国父遗教了 其实是孙中山的想法了 所以当然这种就很复杂 但是在现代的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都应该要 快速地改变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实价的应用范围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刚刚谈到囤房税 那你可以看到 囤房税的经验 不管你怪地方的 执行的状况好不好 但是其实 中央政府本身的责任呢 相对的 其实是更大的 那在这过程里面呢 我们每次要求 他希望能够 这个督促地方政府 能够在这个部分 做得更有效呢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 都会推说 这是地方决定的 因为它是地方税 OK 但是 如果我们把房价的问题 把居住正义的问题 看成是中央 所应该负责的 政策责任的话 其实 你没有道理 把责任推给地方 由地方决定的地方税 来承担一切的责任 那当然你 既然给了地方 财产税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的这个 权益 那当然在解决 这个问题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发现问题的话 你要更突破性的来做解决 所以因此呢 我就建议 如果你把居住正义 可以看成是一个全国一致性的 政策的目标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要摆脱了 现在的地价税 或者是房屋税 是地方税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另外 成立一个 克的零食税 或特别税的这样一个 中央政府的国税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姑且把它叫做中央的囤房税 如果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超越了 受到地方税的牵制 那也可以让地方政府 找到的借口或责任 推托给地方政府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 如果可以实施 这样的税如果可以克 基本上只要 这个所谓的房地的价格恢复 正常或者是居住正义的实现 可以完成 那当然中央 你就可以 不要再去克这样的税 就回到正常的 这个地方税的这个角度上去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我希望我们今天如果要能够突破 目前所遭到的这样一个地方税的 囤房税的地方政府都不克 而导致的这样困难 然后每天就为了这个问题争吵不休 然后互相推托责任 那我觉得应该这个时候 中央应该勇于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OK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房地合一税的改革 还要再精进 OK 那我不晓得各位在座各位 对房地合一税的了解有多少 那我这边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的房地合一税 刚刚讲1.0版 然后2.0版 不管是1.0还是2.0的 基本上呢 它现在采用的方式叫税基合一 它的合一是用税基合一的方式 那我的建议呢 是逐渐的要往税额合一的方式走 OK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就用个图来告诉大家 现在的合一这一块是税基 就是房地买卖了以后赚了钱 税基 那我们这边因为土地跟房子分开算 所以土地的这一块呢 我们刻土地增税 这是土地增税的税基 然后呢原来老的那个所得税的税基呢 是在这里 所以你看一块真正的税基有那么大 我们原来的刻法是土增税刻那么一点点 然后呢原来的房屋的所得税的部分呢 刻那么一块 所以因此我们遗失掉 漏失掉这么一大块 OK 所以这是我们原来的老的方法 我们觉得不公平的 那要怎么改呢 要怎么改 其实我们的房地合一的1.0跟2.0的改法 是把这一块漏掉的部分呢 把它跟这一块红色的把它合在一起 OK 合在一起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扩大税基 刻得更多 但是我们不敢去碰这一块 土增税的 因为土增税我刚刚提到 牵涉到太复杂了 所以因此呢 我们的做法 当然在改革上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这是一个我们经过很长久的努力了以后 我们克服的一个困难 所以因此呢 现在的合一方式 是等于把白色的这块 跟红色的这块加起来的力以后 叫做合一颗税 所以各位看得出来 我们的房地合一税是 新的税基乘上税率 又遭到所得税额 然后土增税还是干土增税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所缴的税 也就是土增税的税额 加上走的税的税额 OK 这是现在的1.0或2.0版的做法 OK 好 虽然它是一个改革 但是呢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努力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要让房子跟土地完全合一 OK 而不是只是现在的 那个 那个 合一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希望原来的这一块 通通都是房一合一后的 全部的所得税的税基 OK 那如果它是全部是所得税基以后呢 就表示 我们在课税的过程当中 所得税是个主导 所以我们的课税的税基呢 经过承上税率以后 所得税是主导 然后呢 土增税暂时没有废除 所以土增税还是有算 土增税的 这个土增税的缴纳的税额 但是真正的房地交易以后 所赚的capital gain 我们叫资本利得 该缴多少钱 是由所得税来决定 OK 那这样的一个所得税的决定以后 然后把土增税 你已经缴的 我把它扣掉 你要把这个剩下的部分补起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 从税基合一迈向了 税额的合一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往前走一步 我们往房地合一的 全部的税基 都当成是一个资本的利得 所得税的概念 回到所得税的系统去掌握 所以那个土增税的地位跟角色 就越来越更缩小 OK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才有机会 完成4.0版 是什么 就是把土增税去带掉 就根本不再割土增税 OK 那这什么时候会到达 那我就不敢想象了 因为我们的那个 太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在那里 好 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 第四个呢 我更大胆地提到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既然所得税可以房地合一 为什么财产税不行 OK 为什么土地跟房屋一定都要分开算 然后大家都搞不清楚 房子到底价格多少 土地到底价格多少 那你既然从所得税的部分 跟土增税的部分 你把它房地合一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也尝试的把这个财产税 做房地合一的这个准备 OK 当然房地合一的制度的设计 在财产税里面会比 所得税的部分更复杂 OK 那我最近呢正在做一个研究 我拿新北市的资料 当例子 我就大胆地去设计一个 财产税的房地合一 那我采用的财产税的房地合一 跟所得税的房地合一 我刚刚讲那个 从税机来做处理的 不一样OK 那因为财产税的处理的方式 它没有办法 由某一个税的税机 来涵盖另外一个 它是两个个别分开的 所以因此呢 我就想到了 用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用最低税负的概念 OK 所以呢 我们先最低税负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把房地合一在一起 算税机 然后去算一个 它应该要承担的 比较合理的 我们改革中 比较理想的那个租税的负担 OK 那这个比较改革的 理想中的租税负担 不是一下子就把它整个翻掉 而是当成一个最低税负的 那种房线的一个负担 这就是其实我们在实施 我们现在所得税也有最低税负了 所以如果在座各位理解的话 那我就用这样一个最低税负的概念 希望能够把房地合一在财产税的部分 能够有机会先把这样的概念引到我们的制度上 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地价税和房屋税现在还是造交 OK 但是按照你现在方式算出来地价税跟房屋税 如果你缴的总数低于我刚刚所讲的 那个合一以后的财产税的税负的话 那你就要补起来最少要缴到那个最低的部分 OK 那如果你现在缴的已经超过的话 那当然就表示你暂时没有问题 你缴的税负担 OK 那这是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设法把这个房地合一的制度 加到财产税的部分呢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我要谈的 是我们刚刚讲都是拥有房子买房子 最近发生一个问题 租房子 OK 那最近炒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租金的扣除额 12万是不够的 OK 那我们的潮运的朋友呢 是希望能够提高金额到30万 然后把列举扣除的项目 把它挪到特别扣除去 OK 就表彰我一定可以刻得到 OK 当然这中间牵涉到中所税本身的那种设计的概念 所以我没有办法详细地跟大家谈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在中所税里面碰到扣除额的争议 每一年都有 如果你去看立法院进去了以后 我们每一届的立法院 OK 立委加总起来都三四十个案子 在所得税的第十七条的条文 就是专门在台湾扣除额 我问各位 我今天出来上班 我努力地在打拼 然后我正在工作 我需要学习 我需要学习 我去学习了以后 我需要花成本 我要花成本 我为什么不能当扣除 这叫学习的鼓励地扣除 OK 我今天呢 如果我要休闲 OK 那我去参加文化的活动 那我需要花钱 我也花了钱买票 我喜欢体育活动 我也买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扣除 所以因此呢 各种扣除的迷目跟项目 其实在很多讨论扣除 所得税在申报的扣除的过程里面 都会被谈起来 OK 所以因此呢 每一届的立法院 都好多好多好多 各种的需求的存在 尤其是最近 我自己碰到了一个很重要 我这个儿子结婚了以后 那现在因为结婚比较晚一点 所以通常呢 要怀孕比较相对的困难 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成本 去经过这个所谓的人工的方式 就好不容易怀孕了 你知道花多少钱 250万 从头到尾花250万 OK 那我就想说250万 好吧 既然花了 你既然觉得值得嘛 你就去做 但是报税到了 对不对 我就想 哎呦 报税嘛 不是有生育 费用可以再列举吗 OK 我最想说我这个学税的老爸 至少还可以帮个忙 就把250万把50万抱进去了 国税局马上通知我 通通去除 通通删减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的医疗生育里面 这个不叫生育 这个不叫生育 OK 通通去除 所以我就想那这样我应该透过黄老师来建议说 以后要特别扣除 列一项 OK 人工生育 不是吧 你不是要鼓励生产吗 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吸食非常多 好那当然你会想到 那如果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这样做的话 那政府怎么承受的 你也扣他也扣他也扣他也扣 那我怎么办我税收 所以潮运在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财政部第一个反应 哦这样税收损失很多 OK 那有没有道理 当然你也不能讲财政部没有道理 对不对 好所以因此我们怎么办 怎么解决 我提的方式很简单 个别的项目 我们可以稍微更放宽一点 纳入更多的需求 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但是你担心那个税收的损失 你担心那个失控的税制的破坏 你要回到机制的设计 就是我们设一个总的扣除额的限制 OK 那这个总的扣除额的限制 而且是随着所得越高的人 我扣除的总数就越多 递减 你可以扣除的就递减 所以你要缴的税就越多 所以换句话说 简单的概念就是 我们用那个高所得的人 本来所享受的那个太多的扣除 我们把它压缩掉 然后放给我们大家一般的 这种可怜的市井小民 我们的各种生育的需求 各种文化活动的需求 各种学习的需求 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多元的方式 来满足我们真正在中手催生报的时候 扣除我的真正的那个需要 OK 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这个中间呢 虽然它是由租金租房的 这个事件而引起的 但是我认为 今天如果我们是朝运的朋友 你在提租金的时候 你应该更进一步的提我的建议 这样你提租金才有可能会被过 你提租金才有可能是一个 在制度改革的过程里面 你的考量更加周延的这种做法 OK 不要只是为了租金 然后我就争取 那我争取完了就算了 别的怎么办 OK 问题还是在的 好 那这个是我大概 针对这五项呢 所提到的 最后我的结语就是 我自己学税的 当然我强调租税改革 也做了一辈子的努力 OK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居住正义的问题 就算是你把税改革掉了 也不代表居住正义就实现了 OK 那观念是什么 观念是 它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 OK 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它 它做完了以后就没事了 OK 但是你不做它不行 所以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今天来到这里 关心这个问题是对的 因为你所关心的问题 是当我们面对居住正义的 真正的根本解决的过程中 虽然解决了它 不一定代表你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 就社会改革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没有把租税的制度 弄完整了 弄周延了 它基本上它就会妨碍了居住正义的实现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大概把几个重要的问题 以及我到现在为止 心愿未了的一些注税的改革 跟居住正义有关的 稍微歸纳一下 然后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各位